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的视频题材很特别 是一部时间停止的动画 请你立刻抹杀老子你那些不健康的画面 我少年难道是那种会口颜色的人吗 肯定不是呀 废话不多说,口译赶紧上车吧兄弟 女主树立生在一个极极糟糕的家庭 父亲自私自利,哥哥整天在家 不过说到野言,那就有点牛逼了 只因为他拥有时间停止的能力 在某天哥哥外出街外省回家时 却被坏人绑架 绑枇要求半小时内准备好500万的赎金 即便靠谱爷爷拿出了钱 那只时间却明显不足 于是,爷爷拿出了一块石头 老用却滴在了上面 只见几只水木突然出现在众人身边 然后隆入体内 原来爷爷利用这块石头 将时间停止在58分 这是截取时间长河其中一段 做出了新世界 而时间停止后的新世界 被称之为纸界 必须有刚刚出现的水木隆入体内 才可以行动 于是,他们三人就慢悠悠地 前往绑飞指定的地方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 满脑死坏思想出现 能够时间停止 是不是可以做羞羞的事情 当然不行 因为在纸界有管理员在 一旦有人露出 想要杀害被禁止人的电头 他就会出现捏宝林的脑袋 而如果在纸界产生绝望 就会被水木隆吞指成管理员 因为这里的管理员是没有情绪的 一切只遵循规则办事 三人很顺利地找到了哥哥和外甥 可是外甥他被打伤了惨状 那树里有了暴富心力 周围瞬间有了异象 爷爷连忙阻止了树里 可当他们恶利把哥哥和外甥搬到楼下 却进来了几个同样可以活动的人 二话不说就供给他们 他们说只要留下爷爷 其他人都杀死 爷爷为了救赎里 竟然展现出了瞬间移动的能力 只是这个瞬间移动比较尴尬 因为他只能移动附近机密 并且位置是爷爷无法控制的 而这群人是谁啊 好讨厌啊 原来他们是真纯实爱教会里的人 教会里有个与爷爷的石头 差不多的石头 这个石头的功能跟爷爷手上的石头一模一样 但前提是 只有一根块石头启动后 他才能启动 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爷爷手上的主食 有个男人想要杀掉外甥的小真实 直接的管理者神之理论出现了 神之理论一个手就领下了这男人的脑袋 此去男人身体里的水母跑到了哥哥的身体里 于是哥哥在指尖也可以行动了 爷爷没办法带着静止的人瞬间移动 于是他只能趁机带着树里逃走 而爸爸则就这样被他毫不留情地抛弃 加上因为哥哥和外甥 一直被教会的人挡成了静止的人 让他们两个人做人质会坐走树脚 于是爸爸变成了他们新的人质 事后爷爷也说 神之理论是为了维护这个世界 会保护所有静止的人 虽然听说神之理论是他们义务和家 因为因为沉迷纸戒而被纸戒吞噬的祖先 但是他好像并不会保护可有活动的他们 爷爷觉得要想救人 就会重新施法术进入新的纸戒 也就是新的那一刻的世界 在时间的长河下 如果爷爷他们离开了现在的纸戒 当时间从58分跳转到59分后 重新进入纸戒 就会和现在的世界脱轨 爸爸也就从言论上消失在世界了 所以在此之前 必须先救出被抛下的爸爸 否则他们将永远消失在这一刻 于是爷爷和树里兵分两路 爷爷去救人 树里回家拿石头 树里觉得这个世界很恐怖 把他平静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当他到家里 教会的人已经截足先登 有两个人想要掐死树里时 却发现树里的眼睛变得全白 男外宋似乎有什么信息传达过来 原来树里得到了可以强制 驱逐他人身体里的水母的能力 他一长大出去 对方就会很痛苦地变回静止状态 树里因此有机会拿着主石逃走 而真纯示爱教会 在一个月前加入了一个新人尖导 他凭借过人的实力 以及提供了有用的情报 承受老大左和的新人 其实左和爱 聘请了部队的一些人过来当他的帮手 但是部队的老大 却想在纸介搞暗杀活动来赚钱 可神之敌人是最大的阻碍 于是为了了解更多关于神之敌人的存在原理 彩天便决定用自己的部队成员做实验 而这就是左和想要的结果 他同样也在分析神之敌人 只不过他的目的与物质无关 而是想要探究这个世界的核心 这个世界的尽头 好牛掰呀 果然神之敌人再次出现杀人时 左和分析这神之敌人 也许是因为杀意而产生了脑内物质 或者脑电波 而且每次的杀人都会消耗能量 并且需要物质化和维持自身的质量 而体积会变小 是因为没有补充能量的手段 所以活动时间也有限 现在哥哥和外甥已经被教会了人 流气了 哥哥抱着一动不动的外甥 懊悔得想要去医院 他对现况迷茫得很 这时被神之一人杀掉的 第二个人的身体力出现了水墨 于是飞进了外甥的身体力 外甥可以活动了 活活的外甥一下子就适应了直接的现状 好奇的到处乱跑 本来哥哥已经要被太过迷茫 而准备被水墨吞噬时 幸好有外甥的行动 让他暂时将迷茫抛之脑后 而树立此时已经和一日会合了 但教会了人却突然出现想要杀死恶人 爷爷一直使用瞬间移动才能得意逃走 但是爷爷因为这个能力摔得挺惨的 就在这时 有个男人假装静置 然后突然酿刀要刺向树立时 被爷爷及时发现 树立配合爷爷打出了他体内的水墨 树立从刚进入纸戒起 脑海里就不断地甩前过儿时的回忆 他怀疑自己小时候就进入过纸戒 于是爷爷就告诉他真相 原来是七年前 树立不想自己的狗狗死掉 爷爷就带着树立进入了纸戒 伤心的树立不肯离开纸戒 爷爷就想强行带他回去 可是没想到激动的树立突然眼睛发白 一找颓盖的爷爷脑跑了 爷爷身体里的水墨差点被打出来 那时候爷爷找不到树立 他第一次觉得纸戒独自恐怖 也因此爷爷觉得树立很容易因为感情用事而拦用法术 便没打算把法术传给他 这时教会的人又追来的 他们色彼彼的模样惹怒了树立 树立便凭一己之力打出了他们体内的水墨 爷孙养的反击正式开始了 两人开始回头去找哥哥和外甥 但却没有找到人 本来有些担心 但最后还是认为应该是两人 已经可以活动了 这个解释更为靠谱 而监道和左和雇佣的家藤等几人 留在了爷爷的家里 他们对于让树立逃掉这件事而相互埋怨 因为监道说如果没有主持 就谁也出不了指剑 有个男人稀稀败坏地想要伤害静止了人时 一个体型很小的神智力人出现了 他用最后的能量杀了这个男人 然后这个神智力人倒地了 监道从他身体里挖住了一个人头 监道说这人是被水墨吞噬了 然后成为了指戒的屈民 也就变成了所谓的神智力人 监道不害怕神智力人 是因为他曾经验看见自己的家人 变成神智力人的全过程 十几年前监道一家开设路过树立的家时 因为手里有块与主持差不多的石头 那时候爷爷正好在施法 要来树立去指戒 结果监道一家也被带路了 监道的爸妈一直不坚强 以为自己死了 并先后被水墨吞噬变成了神智力人 哥哥也被吞噬了 只趁他监道无助地走着 在他也要被吞噬时碰到了树立 树立恰巧救了他 而现在监道进入指尖的目的 是想要找到自己的家人 然后带家人的衣故回去 此去中断 树立和爷爷突然出现 打出了家人体内的水墨 然后树立在家里留了纸条给哥哥他们 而现在 其实最惨的就是被左额他们抓走的爸爸 因为他们想试图通过他跟树立家和解 但和解是假 抓人是真 我也验证神智力人不止一致 所以自为一我 结果 引出了三只神智力人 监道在一旁认出了 这就是自己的家人 在爷爷和树立去救爸爸时 爸爸对爷爷不早点把这个神奇的 直接告诉家人的事情 有点心生埋怨 于是很不情愿地配合爷爷逃跑 而哥哥和外甥也在回到家里时 被教会成员发现 偷袭 废材哥哥竟然让外甥先逃 然后和蓝人搏斗了起来 最终把蓝人给杀死了 哥哥因为杀了人 家长找不到外甥 迷茫了他又开始恐惧 慢慢的 马上就要被水母吞噬时 被树立他们看见了 树立赶紧把哥哥的水母打了出去 这次 哥哥变成了使者 而监道他们则在半路上找到了外甥 于是监道拿外甥来做人质 然后树立帮忙把神智力人体内的水母打出来 在了解监道的情况后 树立同意帮忙 可是不管监道如何尝试 都无法引出神智力人 爷爷在一边准备用身机移动 保护监道免受神智力人的攻击 而等得回昏欲睡 因为没有足够的杀意 神智力人是不会出现的 监道拿着刀 假装要杀人试了无数次 都没有神智力人出现 都这个世界充满无尽好奇的爸爸 随便试了一下 神智力人突然出现 并且攻击程度异常的疯狂 幸好老爷子赶紧带着他瞬间一动 而树立则努力地 将神智力人体内的水母打出去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很久 在神智力人要攻击到监道时 水母总算被打了出来 这个神智力人果真就是剪刀的佳人 因为时间太长了 能量消耗过多 导致父母的身体都已经变成了干湿 只有哥哥还三村一些能量 保住了最后一口气 可是 在他们毁掉三村神智力人的同时 这个时间段的世界管理人 也几乎都被消灰了人 消灭干净了 也就是说 本来叶爷他们已经可以离开纸界了 可是 因为管理人的消失 无法确保职者安全 为此 叶爷他们必须找到左河 将他们所有人都驱逐出去 才能让这个纸界恢复和平 片名 可可 我就说不搞颜色就真的不搞了吧 这回番从头到尾就几乎没有出现过 任何猥琐低速的镜头 可能要说有的话 就是爸爸的人物设定 毕竟 整个家族人几乎都有一个超能力 爷爷是瞬间移动 树里是水母驱逐权 外省的暂时不说 说爸爸的就是召唤神之一的来揍自己 可能是因为讲的实在太过猥琐了吧 而如果你认为可可 只是单纯的时间停止的剧情 交上超能力设定的普通番 就会大错特错 关注我不迷路 下期给你介绍这部当年黑马背后的真正寓意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视频点赞评论 加转发一下呢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